各位同学好,欢迎回来可重置统计的示范影片 这段影片要示范的是可重置统计的基本功的第六单元有关于如何结和资料表单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会示范四种合并的状况 为什么要学习如何结合资料表单的原因是 在许多状况之下,我们会得到的资料表单绝对不是只有一份 通常要做分析之前都要合并至少是两份以上的表单 这在比较后面的单元我们会遇到的习题或者是专题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那因此在这里呢,我们要来学习这四种合并的方法 那在这个单元合并的示范的资料呢,都是用这两个虚拟的长表单资料 有一份呢,这个subject是三个栏位的资料 分别有受试者的ID,性别以及虚拟的年龄 另外一个长表单EXP呢,是除了受试者的ID之外 还有一个虚拟的实验的受册分数 这里可以看到两份表单共有的变数栏位就是受试者的ID 而为了稍后示范说明各种合并方式的功能以及它们的特点呢 所以这两个表单的设计呢,特意是设计成ID是不一样的 那在稍后呢,我在做示范解说前呢 我都会同时在RStudio的视窗的其中一半会显示这两个原始表单的内容 请各位同学注意这些表单合并前与合并后的样子